这次是你不许多 婚礼结束了 结束了 我哥哥 他还一切顺利吧 一切都顺利 你在担心什么 没什么 我刚刚在海边散步 项柳突然出现了 我刚才问他解骨的事情 项柳有办法解骨吗 我猜他有 否则他不可能明知道 同生同死 还会心甘情愿地住上 可惜他不告诉我 这骨一日不解 一日难安 项柳号称久命 灵力高超 我跟他之间 也是我皮薄肉少命更脆 如果担心的话 也是他应该担心我连累他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这个人啊 皮糟肉厚 命硬得很 一定会活到千秋万岁 活成一个老妖怪的 别担心了 我最近在研习医术 修转医书 既然项柳能够解骨 我也一定能够解 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而已 你说得对 一定会找到办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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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 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 涂山组长 当时在这个地方 是我生平第一次先问 结果你居然拒绝了 结果你居然拒绝了 是在下不识好歹 妄自菲薄 既然你现在识好歹了 那就不许妄自菲薄了 这一次 这一次 不许妄自菲 不许妄自菲 这一次 是你不许妄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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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